凶手是人还是猫头鹰 离奇的美国作家杀七案 今天说的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迈克·彼得森 不过今天说的不是他的小说 而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 2001年迈克·彼得森陷入了一起杀七案 他的妻子离奇死亡 而他也被当作重要嫌疑人锒铛入狱 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 简直比他写的小说还要更加曲折离奇 这个案件在美国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舆论争议 国民们争论不休 而这一争论一直争论到了如今 事情发生在2001年12月9号 这一天凌晨2点40分 美国达拉默市警局接到了报警电话 打电话的正是当时58岁的小说家彼得森 电话里他的声音显得既惊慌又悲痛 我的妻子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 警方迅速赶到了迈克和妻子凯瑟琳的住所 那是一套三层带花园的房子 他们在一楼的楼梯旁看到了倒在雪坡里的女主人 凯瑟琳 彼得森向警方描述了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当时凯瑟琳出事的时候 他正在后院思考下一本书要用的素材 后来等他再次进到房间里的时候 这才发现妻子发生了意外 赶紧报了警 彼得森说 凯瑟琳晚上喝了点酒 他觉得妻子可能是因为摔倒的时间太长 没人发现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之后的化验结果也证实了这种猜测 凯瑟琳血液中酒精浓度含量相当的高 不过警察们却并不相信这个小说家的说辞 首先凯瑟琳摔下楼梯的时候 家里只有彼得森一个人 除了彼得森的证词 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而之后的验尸报告更加重了他们的怀疑 因为验尸报告显示 死者凯瑟琳生前曾经被钝器殴打 钝器殴打他的后脑勺 而且他是在出血超过90分钟之后死盲的 那么一般来说摔下楼梯 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头部创伤吗 显然这更像是一起谋杀案 而嫌疑最大的当然就是报案人彼得森 而之后警方调查所得到的证据 更是让舆论风向对彼得森越来越不利 警方发现彼得森原来是一个双性恋者 他和妻子的夫妻关系很可能只是一种伪装 他居然还有一个秘密的男朋友 这些调查过程中连接披露的事实 让大众眼中的知名小说虾成了一个骗婚出轨 欺骗大众毫无诚信的渣男 而此时又出现了一个传言 直接把彼得森定死在了杀人犯的罪名上 警方发现原来早在16年前 彼得森身边就有一个女性因类似的死因死去 那是1985年 彼得森在德国的时候曾经拜访过一个朋友 在朋友家里用晚餐 但是第二天一早 这位好友家的女主人 却奇怪地死在了楼梯下面 这件事后来被当作一起意外事故处理 当时也在案发现场的彼得森 帮助处理完了朋友家的这件事之后 还收养了他的两个女儿 那目前的这场杀棋案和16年前的案件 似乎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巧合 警方于是又重新挖出了16年前的那具女尸 检验结果令人毛骨悚然 当时摔下楼梯而死的那名女子 头部竟然遭受过顿气的打击 难道这也是一场谋杀案 相同的楼梯摔下来 相同的头部重伤 此前都见过麦克·彼得森 这一切是不是太过巧合了 警方很快逮捕了麦克·彼得森 虽然缺乏直接证据 但是他仍然被以谋杀罪 被判处在监狱终身服刑 而且不得保释 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即便是入狱服刑了 彼得森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杀害的妻子 他不断地提出上诉 但是一直得不到回应 一直到2009年 彼得森服刑的第六年 案件突然出现了一些转机 因为当时曾经居住在彼得森附近的一名律师 波拉德突然注意到彼得森案件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那就是在凯瑟琳受害的现场出现了羽毛 于是律师产生出了一个荒谬的想法 凯瑟琳头部重伤 会不会是受到了什么动物的袭击 因为在彼得森居住的地方附近 经常会发生猫头鹰袭击人的案件 而且啊 如果凯瑟琳在摔下楼梯之前 曾经被猫头鹰袭击过 那这似乎就能够合理的解释 他头上所受到的重伤 这个观点提出之后 不少人嗤之以鼻 觉得哪有可能啊 但是迈克的律师却找到了波拉德 经过了一番重新调查 他们声称 关于毛头鹰的猜测还真的并不是个笑话 因为他们发现 在凯瑟琳的头发里 确实有微小的动物羽毛 和一些树枝碎片和和松针的碎叶 而他头上的伤口 很像是动物爪子留下的痕迹 甚至专门研究野生动物的专家 和明尼苏达州大学的兽医学教授 在看到凯瑟琳头皮上的伤口形状时 都表示这应该是被大型猛禽 攻击之后留下的伤口 尤其像猫头鹰 有关猫头鹰习系的猜测 让这个已经有定论的案子再起波澜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当年的这些案件 而这时 大家又突然发现 当年案件的种种疑点 再一次都浮出了水面 人们发现 当初参加这个案子的调查人员 后来都被发现 有违反职业守则的记录 比如当时的地区检察官 在2006年的时候 因为办案时使用不当的行为 而遭到赦免和监禁 而参与过当年案子的 国家调查局分析师 被指控在超过34起案件中 伪造过证据 舆论再一次沸沸扬扬 当新的案件细节被提出 当作为原审判的证据的真实性 遭到挑战 究竟有多少证据可信 彼得森是不是凶手 没人敢打保票 2011年 迫以舆论压力 被判终身入狱的彼得森 从监狱获释 他被软禁在家 等待法庭对他杀棄案的再一轮审判 只是这一等 就等到了2017年 2017年 法庭终于决定在5月份重新审判 这一次 在监狱里服刑了10年 又在家里被困了7年的迈克比特森 选择了一种方式来结束这一切 5月份的重审还没来得及开始 这一年的2月份 彼得森就向法庭当局递交了 有罪答辩 在美国的法律中 这种有罪答辩意味的是 尽管迈克比特森不承认 自己杀害了妻子 但是他还是承认了 因为如果承认自己有罪的话 那么在审判中就能够换取比较轻的 从轻的判决 彼得森说 接受有罪答辩 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 我听了无数次的证词和谎言 编造证据 扣留证据 反驳证据 天哪 赶紧让这事结束吧 也正是因为彼得森 递交了有罪答辩 所以法官在量刑的时候 认为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十年 在家里也被软禁了七年 这十七年服刑的时间 远远超过了任何可能的判决时间 因此 法官判决 他重新获得了自由 成了一名自由人 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显然 这是在经历了长达十七年的审判 和服刑之后 他身上仍然 担负着罪名 迈克·彼得森 这位著名的小说家 从58岁 一直到73岁 他熬到两病斑白 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杀害过妻子 即使是最后的有罪共认 他也只是承认了法庭提供的证据 足以让他背叛有罪 但他自己并不承认 那么究竟 事情的真相如何 是谁导致了凯瑟琳的死亡 是一起意外 还是有人下了毒手 或者干脆是猫头鹰干的 这桩案件迄今为止 仍然是一个谜 好了今天的